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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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盛的生命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做个祷告 天父打开我们的眼睛 看见耶稣耳朵 听见耶稣的声音 我们的心来相信祂 奉耶稣名求 阿们 奉生的声明 现在 我们要先读圣经 请Joanne上来 帮我们读一下 今天的经文起自 约翰福音 第十章一至十五节 约翰福音第十章一至十五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人进羊群 不从门进去 岛从别处爬进去 那人是贼 就是强盗 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看门的就给他开门 羊也听到他的声音 他按证明叫自己的羊 把羊领出来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 就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第五节 羊不跟着生人 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 必要逃跑 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 但他们不明白 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就是羊的门 凡在我已先来的 都是贼 是强盗 羊却不听他们 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救 并且出路得草吃 第十节 盗贼来 无非要偷窃 杀害 毁坏 我来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若是故宫 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他自己的 他看见狼来 就撇下羊逃走 狼抓住羊 感散了羊群 故宫逃走 因他是故宫 并不顾念羊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第十五节 真如父认识我 我也认识父一样 并且我为羊舍命 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最近 尤其是在那个疫情当中 我们就时常看到有很多诈骗局 诈骗 诈骗数非常多 人在本地 还是在外地 都有很多被骗 诈骗的人就在 你说 那些人的 要骗的是什么呢 那些诈骗者 要骗的是什么 我们一句话很快的回答 就是钱 净钱 他们就是要净钱 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也不是要伤害人 是要拿钱 不给钱 才是伤害 真的他们的思想 诈骗者的思想是什么 讲来讲去 讲来讲去 都是 他们要 一个 要钱 就是要 他们要活得活泼的生命 或者一个丰盛的 他们的丰盛的生命 以为 不用做 不用劳力 可以享受的 他们 这种的概念 就是他们 想要的 你说 难道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想要金钱吗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想要丰盛吗 每一个人都不想要活泼的生命吗 我们都要 但是应该怎样做呢 有更好的方式吗 帮助我们 我们 若有更就更好的方式 会不会避免了那些诈骗者 耶稣来到这个生命 就告诉我们 他说 我会给你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耶稣在 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说 我来了 是要养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更丰盛的生命 这个是耶稣亲口讲的 他说 我要给你更丰盛的生命 但是 现在我们要了解 什么是丰盛的生命 一般来说 在这个世界 丰盛的生命 就是人家 每一个人 你现在可能出去外面 调查 问问下 什么是丰盛的生命 这个是我在 网站里面所看到 丰盛的生命的定义 世界的定义 他说 他被理解为 充满祝福 幸福和繁荣的生活 再读一次 他被理解为 充满祝福 福兴和繁荣的生活 这种很多祝福 又很多幸福 又很繁荣的生命 这个是世界所定出来的 这个丰盛的生命 但是 这里很危险 危险的是什么呢 骗子来 他的目的也是同样的 骗子要给我们 他也是告诉我们 他说我又给你一个祝福的生命 幸福的生命 繁荣的生命 但是他给予的是假 虚假的祝福 虚假的幸福 虚假的繁荣 所以因为这个骗子知道我们这个世界的人 人就追求这些 他就用这些的概念给你看 有一天 我曾经看过一个这样的一个信息 从那个电脑那边 有人寄给我那个信息 那个信息说 有一个天 有一个人 他说 我不知道要上天堂还是要下地狱 听人家讲天堂很好 地狱没有这么好 地狱没有这么好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 我盼望我可以去先探访一下 探访一下 然后真的还在梦中里面 那个天使出现了 出现带他去 先带他去天堂 一去到天堂 哇很美哦 看到那些人在那边做工 吃东西很美 走来走去 捡花捡草 做很多很美的东西 他很舒服 他说天使 好啦我看了啦 我要去看另外一边 就是天 第一 天使就带他去 一压那个电体 下去 我下去 那边看 打开门的时候 哇更美哦 很多食物 哇那些人坐在那边 坐到美美 哇每个人坐在那边 很多食物 非常美哦 很高兴哦 很高兴哦 他觉得 哇这个第一更好 过天堂咧 然后他看完了 看完了 他就离开了 然后天使就跟他说 你决定了吗 他说要上天堂是第一啊 他说我决定了 天使在想清楚啊 想清楚了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第一 去哪里 那个天使说 为什么要去第一 我看到很美很美很美 好了 时间 你定了啥 签名 签了名 没得改了 后来他离开了 他就死了 就去第一 一去到第一的时候 哇 看到 骨干 又很 干旱的地方 没有水 没有东西吃 哇 很糟糕 很臭 很多垃圾 他说 我上一次来不是这样的 那问一个人 下一次来我 明明看到你坐在那边 是啊 很高兴 我穿到美美 现在这么差的 他说 那个是promotion来的 世界就给我们很多promotion 他介绍 他打广告 说你来了 你来了 你以为这个是丰盛的生命 原来是掉饭的 我们看一下 耶稣要给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是耶稣在约翰福音 这十章二十八节告诉我 我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也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的手中抢走 再注意一次 我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也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的手中抢走 没有人可以从抢走 这里讲到四点 耶稣说 我会给这个丰盛的生命 耶稣的丰盛生命就是 第一 有永远的生命 那个生命就永远 第二 他说 通向天堂的生命 这个生命属于天堂的 这个生命不属于地狱的 属于天堂的 第三 这个生命是永远不会灭亡 永远不会灭亡 第四 这个生命与神同在 因为没有人可以从耶稣的手中抢走你 与神同在 神会保护 神会照顾 神会供应 这个四点 这个是丰盛的生命 耶稣答应我们的丰盛生命 是永远的生命 是天堂的生命 是天堂的生命 是不会灭亡的生命 是与神同在的生命 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 耶稣已经很清楚 不是好牧人 羊不是他自己的 他一看到 一看见狼来 就撇下羊 羊群逃跑 狼抓住羊 把他们赶散 第十一节 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 第十二节 是故宫的 那个羊不属于他的 他 没有这个 为羊舍命的精神 然后第九节 耶稣说 我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 必得安全 并且可进处 找到草市 耶稣说 你经过我的门 去到羊圈 羊圈出去 羊圈进来 你就找到安全 又找到草市 第一节 那不从门进羊圈的 岛 从别处爬进去的 就是贼 就是强盗 你看耶稣已经很清楚 告诉我们这些东西 都是已经 在这个世界 耶稣说 我给你这一边 世界会给你另外一边 相同的看起来 但是 后果不同 但十一节在讲 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了羊舍命 第十节说 到贼来 无非是偷窃 杀害 鬼坏 他们来又偷 又害 又杀 但是羊来 那个好牧人来 为羊舍命 十四节 我是好牧人 耶稣讲 我好牧人很多次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第十三节 故宫逃走 因为他是故宫 对羊毫无关心 羊不认识他们 第三节 看门的给他开门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照名叫自己的羊 把羊领出来 他一个一个羊 他认识的名 认识 羊也认识他的声音 他领他们出来 第五节 羊绝不跟陌生人 反而会逃走 因为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 另外一个人的声音 羊不认识 在这里 圣经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耶稣说 世界要模范同样的东西 但是他们的后果是不对的 真正的丰盛是什么 刚才我说 讲那个故事 那个投资 真正的丰盛 生命 钱买不到的 如果钱买到 这个世界 已经每个人都丰盛 我们不用再上这个丰盛的问题了 这是因为钱买不到 钱买到的 就不是丰盛生命了 钱买到的世界的 暂时的幸福 暂时的祝福 暂时的荣华 暂时的 但是真正的丰盛 只有在耶稣上 身上找到 耶稣对信耶稣的人说 物质上和灵命上 倘稣上的生活 我会给你 一个满足的幸福 你有幸福 但是很多人有幸福 但是不满足 还有满足的幸福 给你一个满足的幸福 这个幸福到你很足够 很安详 很觉得 很够 这个是幸福 还有给你一个满意的繁荣 满意 很满意的 很多人 你赚 第一个一百万 很辛苦赚 但是你从 得到第一个一百万 你赚第二个一百万 可能容易一点 其他的一百万就容易一点 但是够吗 你赚了够吗 赚了一百万够吗 那些人说 还可以赚 赚两百 赚一千万 够吗 还在赚 因为没有满足感 没有满意的丰盛 没有得停 继续继续 但是耶稣会给我们一个感激和满足感 三个都是满足满足满意满足 但是他说 你要一个第一个满足的幸福如何 满足的幸福就是 要透过爱和见证神的信实 透过爱 神的爱 也透过我们爱神 圣群告诉我们 要尽心尽意尽力 要爱神 爱神 然后还有 要见证神的信实 神的信实 神的坚固 神说的话 不会改变的 就是神很肯定 因为从神那边没有恶意 从神出来的没有坏事 神从出来的没有恶事 神从出来的没有骗你的事情 这个是从神来的 所以我们有这种信心 靠他 爱神 爱神 也要见证他的名 你会过做见证 会好像我们的 Zoon 分享 做一个见证 起初可能会不熟悉 慢慢 你再做见证 多点见证 不单单上帝很高兴 令我们自己都很肯定 很满意 很满足 到那一个 我觉得 这种幸福 我可以分享 可以跟人家分享 就是 这些幸福 钱买不到 好像Zoon说 以前是一个很惧怕的人 我告诉你 我以前也是很惧怕的 我从13岁开始 我就开始 遇到一个 一个算命老 那个算命老 走过我的家门前 说 我帮你算命了 我都不知道算命什么 好了 给他讲 我讲了一大堆 一大堆 我讲了很多东西 惨了 你要信还是不信 你信他 我又担心 不信他 你又记得 哎哟哟 这两种事情 我记得他讲的一样 很多东西 我还忘记 他讲的一样东西 你很聪明读书 但是你进不到大学 害死我了 害死我了 然后我 读了 form 3 考到 form 5 考不到 很担心 哎呀 这一个 这一个 算命老讲对了 讲对了 考不到 但是算命老说 你可以读到form 6 但是我在form 5 也说不对 所以我就劳力去读 我就读到form 6 也进不到大学 进不到大学 对了啦 但是我 我说 不可以相信他的啦 不可以相信他 我自己拼拼拼拼拼拼 我form 5 考两次 我form 6考三次 有没有这么多 有没有人考这么多 举手啦 等下 我请你吃东西 我form 5考两次 我form 6考三次 三次 后来给我进入大学 进入大学的时候 你知道糟糕不糟糕啊 我惧怕 我更惧怕过你 我惧怕到 拿到那个大学的 那时候是 Australia澳洲 澳洲寄来的 我很高兴喔 准备全部东西 要去拿passport 从医保要去拿passport 我爸爸载我 我在车里面 这思想 一定拿不到的啦 因为那个算命老讲 不可以嘛 一定拿不到的 一定拿不到 但是我又拿到 后来准备要飞去的时候 哇 整村人送我飞机喔 哇 那时候是书邦 Airport整村的 我在 去的时候 我担心喔 算了 我的车不懂 会不会返车啊 烧车啊 什么东西 担心到我 去到飞机场 飞机场 刚好飞机又delay一个小时喔 惨了惨了 没得去了 我去了飞机 上了飞机啊 我睡到半夜 我会一下子起来 我还在飞机 还是飞机爆炸了 你看到我这个 到那时候我还要捏我自己 诶 还有生命的喔 这里 乱摸那个椅子 诶 对我还在飞机喔 去到墨尔本啊 Melbourne啊 去到墨尔本 哇 要去摸那个地上 有没有 没拿泥土 没有泥土 全部红毛灰 去跑跑跑跑 跑到那个 那些花那边 花的拿着泥土 哎呀 真的啊 我来到澳洲了啦 来到澳洲了啦 我告诉你 去到那边不要紧了 然后要进去大学 那刚好我到的时候 星期五喔 我要等星期六 没有开大学 没有的报名 星期天也没有的报名 星期一 到星期五 到星期天的时候 在梦中 进到里面他说 对不起啊 没有这个门人的名叫 黄满兴没有啦 黄兴满可能有啦 黄满兴没有 我就进去 一拿到 后来也拿到那个ID 那个大学的ID 我讲 你这个害死我的 这个算命老 害我十年 大概有八年十年这样 你看啊 这个世界讲的东西 好像一样 但是骗你的后果 但是我们要爱上帝 上帝的信实 我们要见证上帝的信实 这个就会 活得满足的丰盛 满足的幸福 第二 我们要满意得到 繁荣的产生 怎样呢 我们就是赚钱 世界一定要赚钱 每个人要赚钱 没有钱也没有得吃 要赚钱 但是赚到几十够吗 没有得停的吗 但是问题就是 你赚到了 你可以分享吗 比如说 说一个简单 我今天我需要 五千块的生活 五千块的生活 但是我赚五千块 我刚刚好了 五千块的生活 如果我今天我赚到六千块 你说 我跟圣经说 告诉圣经 我给十一奉献 十一奉献 十一奉献 六千块 我就给六百块 六百块 我还有 五千四百 剩下吗 那个四百块剩下的 多余 是给谁啊 我的咯 但是我想问 如果要跟上帝的 丰盛的生命 那四百块 上帝有没有分 再讲一次 我需要五千块 现在我赚到一万块 一万块我给 神十一奉献 我给了一千块 还有九千块 九千减五千 我还有四千 我那个四千剩下 想问上帝有没有分 还有没有的分 所以这个就是 他说通过我们的奉献 跟我们的分享 上帝的资源 有那一个四千块 你可以收两千也好 但是你可以分享 分享给上帝 上帝的需要在哪里 上帝不需要你的钱 分享上帝 上帝四共需要 上帝所爱的人需要 很多人需要 这个就是满意的繁荣上升 这个是真正的满意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的话 那个故事说 你投资在这个世界 寄上去的材料 没有只有四条木 一块板 因为你投资 你全部投资在你生命上 天上拿不到东西 你要投资在人的生命 他们的生命 第三点 我们内心里面要感激和满足感 我们不是要充满这个世界的物质上的占有 但是要遵守上帝的杰命 遵从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杰命 每一个人说 这个是上帝的杰命 这个又不可以 那个又不可以 很麻烦的 什么不可以 但是你忘记了 上帝的杰命就是一个蓝河 或者上帝的杰命是一个界限 这个界限就是说 小孩子 这里有这些篮杆 走到这边就够了 你不要走出去 走出去跌到这个篮杆 上帝的杰命是说 你不要走过这个界限 这个界限 boundary来的 这个界限来到这里 你这样看都好了 不要走出去 你说 我搭出去 可以吗 可以 还没有跌的 总有一天你小心了 你不小心你就跌 但是他说你在这里 上帝的杰命没有恶意 上帝的杰命没有害人 上帝的杰命不会偷窃 上帝的杰命不会溃坏 上帝的杰命是保护 上帝的杰命是好 上帝的杰命是给我们最美好的 所以给你看到东西 这个栏杆在那边顶住 你刚刚来到这里最好了 不要过 不过界 还有上帝的旨意 上帝旨意已经最美的 还没认识 好像耶稣说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认识我的身影 我会给 那个好牧人 会给羊 吃歇肚子的草吗 不会 好牧人会带羊 去到很好的水 池那边给他吃喝水 然后很好的草 那边吃草 保护他们 照顾他们 狼来 他帮他打他狼走 赶狼走 这个是好牧人 耶稣告诉我们 说丰盛的生命 就是钱买不到 丰盛的生命 就是要爱上帝 要见证上帝的信实 丰盛的生命 要分享 要奉献 上帝的资源 给多人需要 丰盛的生命 就是要遵守上帝的诫命 遵从上帝的旨意 这个是奉生的生命 你有没有啊 你说怎样得到啊 最容易得到 耶稣说你相信我 有一个人 我一次跟人家分享 耶稣想相信耶稣就可以 这么容易 相信耶稣 不用做东西的 不用的 为什么不用做东西 这么容易 耶稣说 若我有条件的话 有钱 我要钱的条件 有钱的可以进 没有钱的没有得进 若我有知识的话 有知识的可以进 没有知识的不可以相信 或者我有本事的 有本事的可以做 没有本事的不可以做 不是 他说 耶稣说你来到我面前 我让你进去 我的门 让你进去 做我的门徒 做我的子民 无论你是有知识的 没有知识的 一样 有钱 没有钱的 一样 本事 没有本事的 一样 每一个人 你是轮椅的 你是躺在床的 你是瞎眼的 都一样 只有相信耶稣 只有相信 爱他 他 见证他的名 这些 也不需要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今天 我邀请大家 你有没有相信耶稣 你认识他没有 没有的话 你信他 只有信他 你说耶稣 请进入我的心 我相信你 耶稣 就会帮助你 从那时候开始 这个是 starting point 开始 你就慢慢 进入越多 越多 越丰盛的生命 好吗 我做一个祷告 我们 盖住眼睛 祷告 我讲一句 你在心中里面自己讲一句 相信耶稣 感谢天父 帮助我明白 来相信耶稣 我现在要打开我的心门 接受耶稣进入我的心 因为他是好牧人 他会使我永远的生命 他会使我的生命不会灭亡 他会帮助我 不会给其他什么东西来抢走我 让我住在上帝里面 谢谢你 求主你接近我的罪 因为我的罪挡住你 求主帮助 我相信你 接受你 跟从你 封耶稣名求 阿们 感谢天父 神爱你们